降低防疫破口的风险台中市运动局这天 主动出击视察台中一家知名健身房的防疫措施 除了凉额温戴口罩和定期防疫消毒外 业者更出面强调已经把课程总量管制 减少上课人数来降低疫情感染的风险 视察防疫工作台中市运动局长主动出击 这一天来到连锁健身房来查看防疫的相关工作 进场前通过显像仪来监控体温 并且手部消毒 全程也得佩戴口罩才能入场 业组强调早在疫情开始时 就已经针对所有员工自主健康管理 而内部运动设施每个小时也都会定期消毒 运动空间更配合政府提倡的安全社交距离 有氧课程的话也是要分散 我们的量有限制 所以本来可能有80个人可以上 现在只能45个人可以上 这样子那上网课都要带动 对对对对全部的学者就是学生都会一起来擦 那个那个那个电子等等做清洁 那里面的健身过程当中 也有达到1.5公尺的安排的这种安全的社交距离 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相信也特别感谢公司这边 对于支持市府达成运动健身 另外业者也强调 各省的规划也采取总量管制 会尽量配合政府的防疫要求 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这就第一讲台中采访不到